月饼是中秋节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 但过去曾经很普通的月饼这些年变化很大 无论是月饼中的馅儿、种类还是价格 月饼的包装,精美时尚,是中秋期间公司企业送礼的首选 不过,在中共反腐,破除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运动中 公款送月饼成为众矢之敌 中纪委和监察部发文严令禁止公款送月饼 并且请公民监督举报问题 中秋月饼的销量2013年比2012年骤降25% 中国餐饮协会副秘书长王国军说 因为对天家月饼来讲的是违背了我们吃月饼的本意 因为我们吃月饼本身来讲是为了团圆 每人就要去背试清,大家再举在一起的话 就是一个团圆 中共禁止公款送月饼 食品业者不得不制作更适合普通百姓的家用月饼 在上海,顾客们在排队购买用塑料袋包装的月饼 超市出市的月饼 更多的都是价格适中或者低廉的月饼 中共打击奢靡之风的努力在月饼上开始显效 月饼将会重新成为百姓人家家庭团聚赏月的普通食品 VLV 卫视新闻报道